我在后院呢,干点活,这三儿呢,就一直在后边默默地跟着我 看看这个瑶瑶那个,她还挺自在的 走到哪儿跟到哪儿,这妹妹早跑了 离你呢,差不多几步远,就这么一直默默地跟着你 我观察了一下,作为妹妹呢,她朋友很多 有的时候她和大羊什么都能搞到一起 但是三儿呢,就没有什么朋友 在这一大群羊里边,将近二十只羊里面 反正在隋大波跟着走这走那儿,但是跟别的羊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互动 妹妹呢,也老不要她 先她笨,先她慢 所以在我心里呢,格外就偏着这个三儿 是不是三儿? 咱们看看她钓的毛 你说这天都快秋天了 这越钓越多 输适竟的毛病 说一言好吃啊 三儿 羊呢 说来是很笨的一种动物 并不是很聪明 如果我们平时看这些羊呢 看着都一个模样啊 笨头笨脑的 基本就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你真的了解他们 每天跟他们有眼神的交流 真的知道他们怎么回事 你会发现这些小动物 他们的性格特点 跟他们也非常有意思 你像妹妹呢 就是非常的聪明 因为从小和人长大的嘛 三儿呢 就有点笨 可能刚出生的时候 如果大家还知道 最早的那个视频的话 三儿呢 可能小的时候吃了点亏 所以说呢 先天稍微有一点不足 还吃啊 等着我给你找点 等着啊 远处呢 妹妹 喊得都差了音了 都破了音了 找不着回来的路了 听话的小羊 就有树叶吃 是不是 但这玩意吃多了 行不行啊 三儿 你不会闹肚子吧 吃多了这个 这个好吃啊 三儿的个儿长得也不大 在整个这一批小羊里边 三儿都算是小的 以后咱们能不能不喝奶了 三儿啊 那你都是大羊了 还老喝奶 来 来 咱不喝奶了 以后啊 咱每天给一袋树叶吃 要不然这树叶马上一到秋天也都掉光了 与其掉光了 还不都给你吃 早晨呢 我都会转一大圈 检查一下水 然后两个小家伙呢 都会紧紧的跟着我 这个跟着最紧的是妹妹 三儿呢 就是若鸡若离的稍远一点 那么跟着 这妹妹还真捧场 上了些喝她几口 是不是妹妹 啊 我的水干净吧 洋喝水可细了 三儿也喝几口来 哎 干净吧 嗯 走 那个小盒子里摆的方方正正的东西呢 原本是一块方砖 里边的主要成分呢 有一些盐分呢 另外还有新的元素 你看 三儿过去就去填 因为新西兰的土地里边呢 缺心 时间长了呢 这种微量元素 可能让动物呢 会产生一些不好的 一些不好的症状吧 所以买这么一块东西 扔到这儿 原来它是方方正正的 现在还剩下不到一半 动物们呢 每次路过的时候 都会到这儿来填几下 是不是三儿 你舔了没有啊 啊 你缺心不缺啊 不缺啊 好孩子啊 两个小猫呢 刚睡醒 小米和小花 还迷糊着呢 还不精神 小花长得真挺好看 小米呢 小米也挺好看的 下一步训练的计划呢 准备把这个门打开 让这两个小家伙呢 在这个走廊里面 逐步扩大一些范围 把周围所有卧室啊 其他地方的门都关上 然后呢 他们可以试着 走到这儿来 然后这边也有一个 很长的走廊 允许他们出来溜达溜达 另外这边呢 是孩子的游戏室 这又没有什么床 没有什么让他们 可躲可藏的 我想这个呢 也可以对他们开放 这样呢 他们就可以出来溜达溜达 你看 这就出来了 这环境呢 要一点点的熟悉 否则的话 我这么想 我也没有经验嘛 如果要突然 让他们到客厅 或者到卧室里去的话 他们会感到非常的害怕 最后钻到床底下 也还很难抓到他们 所以现在就让他们一点一点的 像家里的其他部分 慢慢一点一点的扩展 现在两个小家伙 第一个要重点研究的东西 就是这个土拨 这就出来了 是不是啊 这就出来了吧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他们稍微感到有一点不安 就会跑回那个浴室 他们的老窝里去 让他在那儿呢 暂时有一个家的概念 等他在这边玩熟了 然后就再开一个门 再开开车库 或者是其他的部位 一点一点的让他们把家里的位置 全部都熟悉一下 说他脏不脏啊 就不让干什么 就偏要干什么 所以这铁网子呢 也基本就是瞎耽误功夫了 小米给你表演 他怎么爬上来 其实今天呢 他自己已经跑出来一次 过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在外面 小花在里面 他怎么出来的呢 后来当着我们面表演了几次 爬上来一如翻掌 小花是一个唾鞋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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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呢是个公猫 他胆子就比较大 他比较要探索精神 小花在找他 所以说这就差不多是这两个小猫的人设 小米呢将来是个带头的 是个惹事的 这小花呢就是个跟着的 都 都 现在是两个小家伙的 开饭时间 根据很多朋友们的建议 把他们的水盆呢也都换成了金属的 然后呢他们的小饭碗也都换成了金属的 小米和小花刚来的前两三天吧 稍微有一点拉肚子 我想呢主要原因是他们以前没有吃过这种毛粮 以前他们都是喝奶嘛 你想原来他们在房子下面不可能吃这些东西嘛 所以刚开始吃这些东西呢需要有一点适应 然后前两天吧可能是小花 还稍微有一点吐的这种现象 但他精神还是很好 可能是有点吃多了 这两天呢稍微减了一点量 今天昨天好像看起来好了很多 根据很多朋友推荐呢我们买了这种厕所 确实是卫生环境改善了很多 带出来的这些猫杀什么的基本没有了 上面呢应该有一个盖 怕他们不适应的没给他扣上 而且这个地域稍微有点狭窄 不太好扣 为了给米花当玩具 把我喜欢的一个坐垫也捐出来了 这豆豆呢本来是个小狗 但是和这两个小猫一比 就成了一个巨无耙 成了个大笨狗了 其实买什么玩具都是多余 你看这个玩具啊 对面呢还有什么球啊 有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一律不喜欢就喜欢这个棍 抱着这个棍使劲就咬 看看 看看 这就是小米最爱做的一件事 就格里脱鞋套啊套啊 然后就咬我的垫子 你说我这大笨猪的垫子多好啊 分脸蛋 就毁他们俩手里了 哎呀哎呀 这不够他怎么闹的了 两个小家伙有着无穷的经历 有时候半夜三更 就听着这边叮了叮了叮了叮 两个小家伙就摔起来了 就打起来了 就操练起来 然后一会儿又没动静了 折腾一阵我估计喝口水就困了 打极了 小伙咬疼了 小米实际上就喜欢这个棍儿 抱着这棍儿棍儿就咬 有时候写东西写累了 跑到这儿来 在这儿坐会儿 看着两个小东西在这儿闹 也是一种莫大的一种休息 像这样的操练 每天我看得干十几场二十几场 小花儿没办法 经常的是被小米给压在下面 小花儿是打不过小米 还真不容易 小花儿终于打赢了一回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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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后 哎呀后 我说干嘛呢花儿啊 耍火宝呢 我和太太商量 我说如果咱们俩一个人要抱一枝儿的话 他抱小花儿我抱小米儿 他喜欢小花儿 我一看这小米儿怎么办呢 以后你就归我了啊 就归我领导了 听见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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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小猫真的挺好看的 我记得过去工厂发的那种挂栗里面 有很多那种小猫 有时候多猫图 人不在的时候呢 他们也打 但是没有到这个程度 没有活跃到这个程度 这小米儿是抓紧一切机会 来攻击小花儿 小花儿拿着也没办法 哎哟 然后它再上去 来咱们咬棍儿 看这只鸭子呢 在草地上一直在追一个什么东西 它一直在找什么东西 我一直在奇怪 它找什么呢 它在干什么呢 它在干什么呢 我刚才仔细看 我才知道 说起来这事有点恶心 它在吃苍蝇 它就一直在那么一点点追 然后它能每次准确的 你看 拿下一个 你看 它特别棒 这苍蝇可能也是高蛋白 吃一肚子苍蝇 这怎么弄啊 你看它特别棒 你看又抓到一个 别的鸭子都不干这事儿 就它自己干 别的鸭子都不干这事儿 就它自己干 它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谢谢观看